晚间最新萧萧的电影来关注的是 在今天晚间将近七点的时候 桃园市巴德区东永街 有一间废车回收厂发生了火警 由于现场废车还有部分的油料 导致火势延烧吞没了整个厂房 紧销货报之后出动了大批人员前往灌旧 甚至还出动一名员工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经过抢救之后 火势已经在晚间8点53分扑灭 熊熊烈火不断从厂房内窜出去 橘红色火光直窜天际 还伴随大量黑烟 消防员敢抵现场全副武装布水线灌旧 厂房内被烧的焦黑钢架倒塌 变形火警地点在桃园市巴德区东永街 27号晚上近七点 一间汽车回收厂突然起火燃烧 燃烧面积达到250平方公式 一楼的报废车辆疑似还有油料 全都被大火给吞噬烧的面目全非 我们稍早也有救出一名员工 那现在那个员工安全无余 目前的火势已经获得控制 由于起火地点临近国道2号 在远处就可以看到火势紧销到场后 一小时就将火势控制 在晚间8点53分完全扑灭 只是这一间废车厂为何会突然起火 详细起火原因都还有待调查 厘清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